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专家 我之前在高速公路上吃了张TK 那么警察抓到我的时候 说我在打tax message 给我TK以后我说我没有 我在看这个录像 什么录像呢 就是监控 就是说我有个批发公司 因为有个约了一个人 今天早晨那天早晨要去工资 那我看一下录像看工人 开门都没有 最后被警察看到了 看到了我就说 我就看这个在看公司 没有开门 我可不可以看GPS 他可以看GPS 我说这个我跟GPS 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没跟人家讲话 他说那你就上法庭吧 快两个月了 我没得到任何的TK 没有寄来 那么11号就上法庭 那我要不要去法庭 你这样也许他没给我TK 我是不是这样就自找麻烦 也许他没给我TK 但我又怕这给了我没有收到 所以像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做 要不要去法庭呢 还是找个地方可以问一下 还是就是如果没有收到 就不管了 怎么能查到这张TK 见效了没有 谢谢 邓红红律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 如果一直没收到罚单的话 怎么查呢 对 但是实际上有点不太清楚一点的话 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位听众 他当时警察 有没有给他一个罚单 如果是有给到罚单的话 法院没有寄给TK 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需要法院寄来的TK 如果是 所以这个部分很多人误以为 给我的罚单 法院会再给我们 再寄一个TK过来 法院的话那种欧安基地方 这个叫做Curtice Notice 很多字的话就是说 这个是礼貌性的通知 所以法院没有这个Obligation 没有这个责任的话 再给你的通知 但是如果是警察当时 没有给驾车人士 一个Notice to appear 我们除清了罚单的话 那基本上警察已经错过这个机会 所以法院也不会有任何记录 邓律师不好意思 因为他这个是有收到罚单 上面写10月1号要出庭 对啊 我听起来他这10月1号要出庭的话 所以警察已经给了他罚单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法院不会给他再次罚单的 所以他必须要 最好的方法的话 上网去查一下 以后的话 如果是网上没有的 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自己也要10月1号 当天到法院里面去 说我收到这个案子 以后到法院去 因为说这个部分 最好是在网上的话 罚单上面都会有一个网址 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 用自己的Drivalicense 或者是Notice to appear上面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看看这个案子的话 一旦只收到罚单的话 他可以用几种方法 一个的直接付了 第二个要求Trafting School 第三个要求的话 出庭当庭跟警察对职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法院不会主动的话 寄通知给你 很多地方 像Riverside, San Bernardino Ventura这些地方 他不会给你任何通知 所以的话 只有罗汉基地方的话 有些法院会给你通知 法院不给你通知 并不表示 这个网单就不用处理了 反而的话 因为这个Notice to appear 已经表示的话 你已经签字的时候表示 在10月1号 你本人要到法院里面去 跟警察当庭对职的 所以的话 你那天如果是不去 或者是有的时候 因为疫情期间 很多这种交通罚单的话 中的法院 法院没有时间处理 但是起码的话 你约到法院里面去 要法院那边的话 请警 这个法庭的警察 给你盖一个 或者书记官给你 做个证明 盖个章 表示的话 你10月1号的话 已经来过 否则的话 到时候 如果你没有处理好这个罚单 这个部分的话 法院可以发出一个 所谓的bench 1 这个妙事法庭的通知令 这个案子的话 就从简单的交通罚单 变成一个轻罪的指控 妙事法庭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每年处理 无数多这种 中国留学生 以为没有收到 法院的通知 回国去 以后没想到 回到机场的时候 有法院的通知令 就是这类交通罚单 而引发的通知令 所以这位听众的话 如果是在当时 警察给你罚单的 那你一定要上网 或者是到本人 到法院里面 查识一下这个事情 如果是那时候 如果是因为警察 没有将罚单 送到法院里面去 但是起码的话 你在罚单 在你出庭通知里面 有法院的盖章 表示已经出过庭了 这样子的话 就避免法院将来 而签罚的这种通知令 谢谢我们邓红邓律师的 精彩解说 谢谢